艺人可以说是相当赚钱的一个行业,而且在大家的印象中,他们的生活属于富裕那一种,无论衣食住行的哪一方面,都能比寻常人享受到更好的待遇。 尤其是在买房仪式上,更是屡屡传出演艺圈中人买下豪宅的新闻。 而就在此前,知名艺人陈梦贤终于买下新房,这是基隆的三房景观豪宅,也已经装潢完工。 消息曝光后还有人笑称,有大家的参与及祝福,相信明年陈梦贤就可以买戏区的豪宅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消息其实就是他的哥哥陈昭伟曝光的。 陈昭伟还说,两个来自小琉球的亲兄弟,在短时间内获得大家的支持跟肯定,真的很感谢也很感动,有机会一定会再推出更好的合体作品呈现给大家,以报答大家的不嫌弃。 当时在节目上他还特意强调跟陈梦贤真的是亲兄弟,而不是两个好朋友组一个男团取名百万兄弟,也提到一样是亲兄弟的还有李无三兄弟。 而唯一没有血缘关系的其实是县志级兄弟。 听完他的澄清,现场瞬间笑声一片,作为哥哥的陈昭伟、钢琴、笛子、英语演讲等无所不行。 而且从小学五年级开始,每周有三天要搭船到屏东上英文课,遇到台风天时,害怕船不会开,他甚至还提早八小时赶去,只为上二个小时的英文课。 他也是小溜溜手开先力道本岛去学习英文的人。 而陈梦贤则出身歌唱选秀节目《超级红人榜》,出道后不但做着歌手,还摇身变成了填词人及主持人。 更是打破超级红人榜开播记录,在该节目的影片点阅率甚至破百万。 出道至今累积超高人气,超强的改编才华搭配逗趣的表演风格,让观众印象深刻,还得到了一个全球巨星的称号。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,荧幕上总是热情带给大家欢笑的他,在成长过程中,其实曾有一段一年少轻狂而错失与父亲最后相处的遗憾故事。 据媒体报道,来自屏东小琉球的他,青春期时因为自己经常我行我素,丝毫不听从家中管教,甚至还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。 为此,父亲对他的教育也是偏向于严格,但不懂父爱的他,却因此与父亲置气,倔强的父亲也不愿搭理他。 有很长一段时间,父子两人都未曾说上一句话,直到后来,父亲过世后被船只运送离开小琉球,船只气笛声响起的那一瞬间,陈梦贤才真正体会到失去父亲的痛,回忆那时的心情。 他说,就那一刻,我和爸爸的所有故事都在脑海中一夜夜翻过,我心中除了对爸爸的想念,剩下的全是回忆,也正是这份懊悔的遗憾,让他亲自到台南家里,到有人家中开设的面点电拜师学做润饼皮, 为的就是希望将当年没来得及说的话,包进亲手做的润饼里怀念天上的爸爸。 虽然成品仍不及身旁老师傅那般平整,轻薄,但仍被老师傅大赞很有天分,连面点电第二代也忍不住笑称,比我学四十几年还厉害。 有次上节目,他难得说起父亲,总是止不住地哽咽,说到父亲出世起因的时候,他更是眼眶通红,情绪瞬间决堤。 据他回忆,父亲出世那天正好是清明节,而且是那段时间以来最冷的一天,当天因为小琉球停电,父亲不得不摸黑骑车返家,结果因为没有灯光,骑行中不慎撞上路灯,刷倒在地之后,立刻失去意识。 后来被人送去医院,经医生检查,诊断为已经造成严重脑出血,必须马上进行大脑手术。 在这短短一天半的时间里,父亲就从一个正常人,突然转变成躺在家户病房昏迷不醒的病人,然而半年的时间转瞬即逝,父亲身上的并发症未有一丝好转,甚至被呼吸照顾病房频频发出病危通知,表示父亲因急性肾刷结疾败血症, 随时都有去世的可能。 接到消息的一家人,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,但仍活在担忧恐惧中,之后没几天,医院告知父亲因血压下降生命迹象微弱。 那一夜,一家人呈现备战状态,也商讨出处理父亲后事的方法。 父亲去世之后,他一路从心辟的小康医院来到佛光山万寿园,短短三十分钟的车程,却是陪父亲走过的最后一段路。 此外,家中顶梁柱的趋势,除了子女,悲伤的还有他的妈妈,有次他再度回归超级红人榜,一改往日的唱跳风格,转而抒情演唱女人的故事,以此献给自己伟大的母亲。 而陈妈妈也为了这次的本月主打星,特别来到现场给了他一个惊喜,没想到妈妈一现身合唱,他瞬间情绪决堤,一度崩溃到唱不下去,当场就将妈妈抱住,不但他情难自已,就连现场的主持人以及评审老师,也被这温馨的氛围感动到掉下泪水。 在父亲去世之后,妈妈独自辛苦地抚养他和两个哥哥长大,为了三个儿子,陈妈妈宁愿自己背负着重担,也要成全儿子们的梦想,期间吃过再多苦,也没有说过一句怨言。 而陈梦显也是感念于妈妈的坚强,才想着将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情感,借着歌曲传达出来。 妈妈在感受到她的感恩之余,也跟大家分享了她独自抚养孩子长大的心路历程,让人更加佩服一名母亲的坚毅。 期间,妈妈除了诉说过往,还颇为自豪地说孩子们都很孝顺,发展得也很好,最后更是喊话丈夫,说没有辜负丈夫对自己的托付。 如今已经懂事的陈梦显,在演艺事业上也是相当出色。 之前超级红人榜的过年特别节目《男女歌合战》再度强势登场,节目曾邀请到人称小甜甜布兰娥的方瑞娥来到红人榜舞台,而且她还特别带着她的妹妹同台演出。 在众人期待妹妹的现身时,出场的竟是红人榜的当红炸子鸡陈梦显,原来她是为了扮演方瑞娥的妹妹祭出久违的反串演出。 两姐妹性感献唱三个爱人的歌中举,妖娇的模样让主持人蔡昌宪、许志豪以及歌手高家群都忍不住搭讪她们,上演三男追求女神的戏码,逗得大家乐不可知。 陈梦显是首次跟前辈方瑞娥合作,她开玩笑地表示,刚开始以为阿俄姐会很严肃,没想到原来阿俄姐也是很外向的。 雨碧就和方瑞娥同声大笑还牵起手来,姐妹花逗去的画面让现场笑声不断,还有次是登上白冰主持的节目。 陈梦显一样是男扮女装,美艳反串的妖娇模样充满韵味,甚至让白冰冰打趣地说,不如去歌一下。 做成真正的女生。 说起陈梦显的哥哥陈昭伟,在事业上的成就不比他差。 陈昭伟曾任琉球初中,平东县中正初中英文教师,放弃教职后转入演艺圈。 凭借多才多艺,与弟弟陈梦显合组百万兄弟,在一坛闯出一片天。 他能歌能演又能主持,由于是英文老教师出身,成为三生代的出色主持人,展现多才多艺才华,还曾在大赛中拿下奖项。 在一期超级红人榜中,陈梦显跳脱以往唱跳的风格,抒情演唱女人的故事献给他背后伟大的母亲,而陈妈妈也为了这次的本乐主打星,特别来到现场给陈梦显一个惊喜。 没想到的是,陈妈妈一现身合唱,就让陈梦显崩溃到唱不下去,现场的主持人以及评审老师也被温馨的氛围感动到掉下泪水。 陈梦显用歌曲表达了自己的情感,节目上陈妈妈也难得跟大家分享她独自抚养孩子们长大的心路历程,让人更加佩服一名母亲的坚毅。 真是为母则刚,当期节目令人感动且赚足人热泪,陈梦显是幸运的,虽然父亲早逝,但父亲一直在她心里,激励着她,引导着她走向了今天的成就,但同时也希望陈梦显早日放下这件事,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还活着的亲人。 要知道陈妈妈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,也真的很不容易,母亲这个身份让她选择一路负重前行。 如今孩子长大了,希望陈妈妈可以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,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,而幸运的童年能治愈人的一生。 陈梦显想必拥有很多的爱,才足以支撑她一直在荧幕前给大家展示热情,搞笑,乐观的一面。 希望这么积极的陈梦显未来发展越来越好,给大家带来更优质的作品,更多的笑容,也祝愿她早日找到愿意守护她笑容的女孩,事业爱情双丰收。